嗨 生命之光的弟兄姐妹平安 非常的感谢主再次可以回到你们的当中 来分享上帝的话 哇 2020年就快要结束了 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 所以我在这里呢先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今天呢我非常期待能够分享上帝的话语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也非常的期待 如果你非常的期待好不好摇摇你的手 我相信神也非常的期待 释放祂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 好不好这时刻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的同在如此的真实 在今年2020年快要结束的时候 主我们相信虽然在今年当中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主我们谢谢祢保守我们安全的度过 主我们相信在日间有云柱 夜间有火柱 祢的同在何等的真实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此我们要向祢献上感恩的心 求祢今天祝福你的话语 拨开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都有领受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非常感谢主 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呢 我相信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非常有帮助的主题 叫处理你的不安全感 处理你的不安全感 在今年2020年的时候 当我面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大流行 一个病菌的大流行的时候 其实我开始的发现到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突然的状况 其实我心中有很多的不确定 不确定 接下来要如何的服事 然后将会面对一个怎样的改变 整个全球化的改变 但是在这个不确定的背后里面 我也发现到 我之所以有一种感觉 就是不确定的感觉 背后 其实是有一个很深的不安全感 那今天呢 我想要透过一个人物 来分享今天的这篇信息 就是耶利米先知 我非常喜欢耶利米先知 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 就被上帝呼召 我们一起来打开 神的话语 我们来看 耶利米苏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五节 耶利米苏一章四节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 耶利米说 换句话说 耶利米当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他已经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 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什么呢 就是他被呼召成为列国的先知 这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 竟然被呼召了 什么叫呼召呢 我相信在教会里面讲到呼召 我们很多时候不断的在传讲 那今天我要告诉弟兄姐妹 这个呼召不只是进到教会做全职 每一次我们想到呼召 要记得他不是一个全职的呼召而已 呼召是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极大的目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定义什么叫呼召 呼召是神的邀请你参加他创造你的原因 神邀请你参加他创造你的原因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被召都有一个原因 每一个人被召都有一个目的 每一个人被召都有一个计划 所以上帝呼召你来说好不好 跟上帝一起来完成这个计划 来完成这个目的 因此你要知道 如果你没有活出一个正确的呼召 事实上你就没有活出一个正确的生命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明白 生命之所以丰盛 生命之所以有意义 是你做了上帝要你做的事 然后在我的最近的 因为身体上有一些不舒服 所以每一天晚上我都自己在上帝的面前领圣餐 每一次当我领到那一杯的时候 我就记得在两年前 生命翻转特会的时候 我想到耶稣邀请门徒拿起这杯 还记得吗 杯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神不照着你的旨意 不照着我的旨意 照着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因此我相信 当我们每一个人被呼召的时候 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用我们的不安全感去回应他 因为当时我们被呼召的时候的状态 和上帝给我们的呼召其实是相差非常的大 换句话上帝呼召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和我们实际的状态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而我们心里就会觉得这是不可能 impossible的任务 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当神创造你的时候 为了祂知道你要完成这个呼召 祂已经把你所需要的一些的恩赐才干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让你毫无保留 毫无缺乏的去完成这个呼召 意思说当神呼召你的时候 是要你尽量的去发挥你的恩赐和你的才干 所以在教会里面 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可以参与服事 因为某个部分当你参与服事的时候 透过服事你去发掘你的恩赐和你的才干 我记得刚开始在教会我服事的时候 是在敬拜赞美团 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有一个恩赐 就是可以讲到 意思到慢慢的我开始在教会服事 开始带领年轻人的时候 没有办法每一个星期六我就是要讲到 所以当我开始讲到的时候才发现到 原来我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呼召和恩赐 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要鼓励大家 记得当你有呼召的时候 服事会帮助你去发现你的恩赐和才干 当然在职场的弟兄姐妹也是同样的 透过你的工作 透过你的职场 你也可以从中发现它 第二呢就是现在神不要我们浪费时间 你要知道时间非常的宝贵 因为时间是为了让你完成上帝给你的任务 时间帮助你对神生命的呼召 有一个什么 一个完成的一个机会 所以鼓励年轻人记得不要浪费时间 虽然很多时候年轻人都觉得 我大把年轻嘛 但是我大把青春 但是要记得时间一过了就不会再回来 所以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 你有没有想过当上帝呼召大卫的时候 其实上帝已经预备大卫 甚至预备大卫可以去打败格利亚 所有要打败格利亚的那一个 怎么甩那个石头 其实在旷野当中 大卫已经练习了 因此我相信在这个年末 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 进入到2020年的时候 我们要对上帝给我们的呼召 更加的认真 因为时间真的非常有限 所以你要小心的看待 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 你是用怎样的一个心态来回应他 换句话说 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 耶利米是怎样回答神的呢 就是耶利米书同样的一章第六节 耶利米说什么呢 他说 我就说主耶和华 我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你知道当时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17岁 真的看起来在人的眼中非常的年轻 在座有谁是17岁的吗 像我摇摇手好不好 17岁非常的年轻 我现在在幻想我17岁的时候在干嘛 其实 但是你要知道 上帝呼召你不在于你的年龄 而是上帝呼召耶利米的时候17岁 如果你好好看圣经的人物 有很多人在很年轻的时候 所谓的青少年的时候就被上帝呼召 大卫青少年的时候被呼召 还记得吗 我们也看到耶利米甚至玛利亚 在这个圣诞季节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玛利亚还是童女的时候 他就被上帝呼召成为一个蒙大恩的女子 你知道很多女人都蒙恩 但不是每一个女人是蒙大恩 所以在我们当中有谁是要成为那个蒙大恩的人 好不好你举起你的手摇摇你的手 Amen 我相信上帝看见你的手 我们都要成为那个蒙大恩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 没有什么比你的不安全感更能拦阻你 很多时候我们被拦阻 是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 我们的害怕 我们的不确定感 但是问题关键就是不安全感 它是隐藏的不容易被发现的 从表面里面我们是看不到我们的不安全感 所以不安全感 我有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敞开我们的心 审查我们的心的时候 其实背后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那如何识破我们的不安全感呢 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自我察觉和自我意识 Self Awareness 当我越来越大的时候发现到 Self Awareness对我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无时无刻 你一直专注说我到底要怎样成长 到底在我的生命里面如何经历更大的突破 你需要的是一个自我意识 因为自我意识是成长的一个必备条件 换句话说你常常去看自己的生命 我们都知道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 耶稣来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 所以当你看自己的生命在哪一个领域 哪一个方面是还没有经历上帝更大的丰盛 还是换句话说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能察觉出来说 其实某个层面是已经被偷窃 被杀害 被毁坏的吗 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安全感的自我意识的时候 我就相信每一次当你越有自我意识 你就越能突破 当你越有自我意识 你就对上帝呼召你 上帝要你做的 上帝给你的任务 你就不会很快的用你的不安全感拒绝他 所以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有四个方面我们常常被教导 关于我们自己的 第一个呢就是公开的我 公开的我是什么呢 就是你和其他人都知道的 像例如说你们有某个部分认识我 因为我是讲员 我公开的在你们的当中 这个叫公开的我 第二个呢就是隐藏的我 隐藏的我是什么呢 就是你自己知道 但是别人不知道的 OK 这个叫隐藏的我 第三个叫蒙蔽的我 蒙蔽的我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知道你自己不知道的 换句话说你身边很多的好朋友 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父母 都知道你有一些的盲点 都知道你有一些的弱点 但可能你自己不知道的 但是感谢主他们还选择爱你 对不对 Amen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未知的我 未知的我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我不知道 别人也不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未知的我们 因此你会发现到 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 他是在哪一个方面 呼召我们呢 他是在一个蒙蔽的我 就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被蒙蔽的 一个领域里面 呼召我们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位置 就是我们的将来里面 呼召我们 亲爱的年轻人 亲爱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上帝呼召彼得的时候 不是当下彼得是一位渔夫 而是上帝看到 在彼得的生命里面 有一天他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使徒 上帝有能力看到我们的位置 因为上帝是昨日今日 和永远不改变的上帝 因此你要明白 上帝的呼召 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之所以不安全感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 原来蒙蔽的我的这一块 他也是被蒙蔽 被遮住的 看不到的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位置的我 我常说 你知道上帝呼召很多 圣经里面的上帝伟大的仆人的时候 他们常常都是用他们的不安全感 回应上帝有吗 当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 摩西总是说 我不能讲话 但是摩西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 当上帝呼召积淀的时候 积淀说我是在我整个家族当中最穷的 整个支派里面最小的 但是上帝呼召积淀说 不是积淀你是大能的勇士 因为上帝看到积淀里面的未来 所以请你转向旁边说 上帝看到你里面的未来 Amen 非常感谢主 因此呢 在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知道蒙蔽的我和位置的我是属于 我们的不安全感的部分 那公开的我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国子 公开的今天看到你 就是你身上所结的国子 那隐藏的我 事实上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如果隐藏 就是我们知道别人不知道的 这一块是我们常常 要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 求上帝帮助我们的 例如说我们很知道自己的软弱 我们很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事情 是悄悄不敢给别人知道的 甚至不敢告诉别人的一些不对的事情 见不得光的事情 这一块 这个就是我们的根 我们知道除草要除根嘛 对不对 所以要面对一个生命可以多结果子 我们就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看隐藏的我 大家还好吗 会不会讲得很快啊 因为我想尽量的在录影当中 可以抓住大家的注意力 感谢主 所以因此呢 为什么上帝要处理我们的不安全感呢 不只是为了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 更是为了完成我们生命的目的 It's not for our peace It's for our purpose Amen 第二个呢 就是不是让我们感觉良好 不是说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 我们感觉良好 而是让我们可以活得更好 还是做得更好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不要用你的不安全感去拦阻上帝赋予你的使命 上帝赋予你的任务 上帝赋予你的呼召 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如果你信主很久 你非常知道道德是很重要的 虽然基督教不是道德观而已 但是我们基督徒也非常看重行为道德 因为那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 为上帝做见证 也许很多人知道仇敌或许不能攻击你的是你的品德 但他会攻击你的是你的不安全感 意思是说仇敌不能attack你的morality 但是他会attack你的insecurity 所以你要越来越有意思 当大卫面对歌利亚的时候 大卫知道他站在歌利亚的前面 他不是靠刀他不是靠枪 他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 大卫之所以可以非常的勇敢和安全的站在敌人 就是大这个巨人的前面 是因为他里面有十足的安全感 当上帝赋予你任务的时候 上帝之前就要先处理你的不安全感 因为大卫知道他所依靠的是谁 因此他不用他的不安全感去回应上帝 亲爱的年轻人你要知道 每一次当我们不安全感的时候 其实不安全感会模糊了我们分辨的能力 我们无法去看见到底谁才是我们的问题 到底谁才是我们的敌人 有时候不是别人刚好是自己 所以你知道不安全感它会模糊一切 它会只是一个恐惧 就好像一个人恐惧被恐惧捉住的时候 他已经分辨不清了 所以我要祷告我们愿意的 在新的接下来的2021年的时候 把今天这篇信息放在你的心中说 上帝我要经历一个真实的改变和突破 Amen 所以很快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三个方面 若你要对神的呼召有正确的回应 你就要注意以下的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小心你的延迟 小心你的延迟 我们刚才看这段经文 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六节的时候 耶利米回答上帝说 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么说 因为我是年幼的 你知道吗当耶利米回答上帝的时候 他第一个回答就是我不知道什么说 换句话说我没有能力 你叫我做列国的先知 我没有能力 I don't have ability 第二个呢他说我还年幼 就是我没有经验呢 我不晓得做先知是到底要做些什么 我完全没有经验 我没有做过 I don't have experience 第一个 I don't have ability 第二个 I don't have experience 你知道当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觉得哦天哪 你知道五年前上帝呼召我 叫我做自由传道的时候 恰恰我就用这两点来推迟上帝的呼召 我跟上帝说 我说上帝没有人认识我 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自由传道 没有人那么年轻去做自由传道的 I don't have ability 我前面没有古人 后面没有来者 什么前面没有人走过这条路 后面也不知道有谁走上来 的意思就是这样 第二个我跟上帝说 我没有经验 我的经验只有在教会里面服侍 我根本没有走入国度的经验 没有人认识我 你懂吗 这样子我也用同样的 看起来很属灵 我用我的原词很委婉的 其实拒绝了上帝给我的任务 但是很妙的 第七节的时候 上帝说话了 很多时候上帝呼召我们 我们回应上帝的时候 上帝不满意的时候 上帝就会讲话嘛 第七节 耶和华对我说 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 神对他说什么 他说你不要说你是年幼的 为什么呢 因为年幼是一个事实 是一个真相 对耶利米 你是年轻 17岁 非常的年轻 但是你要知道 亲爱年轻人 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真相不能改变真理 但真理能够改变真相 换句话说 真相是你年轻 但是关键就是 问题不是你年轻 是你被呼召 这个是真理 你被上帝呼召了 你被上帝创造 放在这个世界里面 在职场上 在学校里面 成为见证人 这是一个真理 Amen 因为真相不能改变真理 真理可以改变真相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 真理非常的残酷 但是你知道吗 真理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的 真相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的绝望 但是真理带给我们的是一个 极大的自由 所以上帝对耶利米说什么 他说你所讲的是真相 但是不要说出来 为什么 因为上帝不要耶利米说出他的限制 上帝不要让耶利米说出的限制 充满他的潜意识 潜意识 因为你要知道 任何一件事情 在你的潜意识里面 你都会自然的 透过这个潜意识 成为你的belief system 成为你的信念 成为你的想法 因为一个人所想的 他就会成为他所讲的 Amen 第二个呢 上帝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 因为我拆迁你到谁那里去 你 你 你都要去 我吩咐你说什么 你都要说 换句话说什么 言理你说我不知道怎么说 上帝说不是问题啊 因为当你去到那一边的时候 我叫你怎么说 你就怎么说 因为关键就是 在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不是我们要做什么 而是我们要去做 上帝要我们做的事 你要明白 很多时候 当我们回应上帝的一个呼召的时候 关键不是你能做什么 而是上帝要透过你做什么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所以请你跟旁边人说 就是小心你的原词 Amen 第二个 不要专注惧怕 不要专注惧怕 第八节的前面 圣经说什么 你不要惧怕 他们 意思说惧怕是有一个对象的 你不要惧怕 他们 你知道当我们 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 我们总是被人的眼光 被人的想法 被人的意见限制 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 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想我们 但是神对耶利米说什么 他说 不要惧怕 他们 他们是谁呢 就是那一些看不起你的人 那一些不认同你的人 那一些看你是太年轻的人 看你没有能力的人 神说 不要惧怕他们 因为你是那个去影响他们 而不可以被那些人影响你的 真言第29章25节 他说什么 惧怕人的陷入网罗 唯有依靠耶和华的 必得安稳 惧怕人是一种的网罗 会掉下去的 你知道我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彼得 彼得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起来讲到三千人信主 哇哦 那一天一讲一堂道 三千人信主哦 我都还没有经历讲一场道三十人信主 三个人信主应该还有啦 三十个还没有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 彼得从之前那么惧怕人 死都不承认耶稣的人 当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他成为那个不怕人的 当时他讲完这场道的时候 哇 你知道吗 法利赛人就开始的要来警告他 告诉彼得说 彼得你不可以再传讲耶稣哦 你知道彼得那时候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当你们叫我不做这件事的时候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 到底我要听你们的 还是我要听神的 到底我要怕你们 还是我应该怕神 你知道亲爱年轻人 当你开始惧怕的时候 问自己三个问题 第一个 你是否在self focus 你在自我专注 第二个就是people focus 就是你专注在别人的身上 第三个就是Christ focus 就是你专注在上帝的身上 你知道刚开始我讲到的时候 我觉得每一次我在录 就是CMCO的 对不起 就是CB的时候 新加坡叫CB 就是开始CB的时候 我要开始自己录信息 然后给很多的教会 每一次录一篇信息 30分钟 我可以搞到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为什么 一直觉得自己讲得不够好 再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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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有一天的时候 神就点我 他说孩子 你不需要在录信息的时候 self focus 不需要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如果你越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你就会越惧怕 你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你无法做得好 我就开始学会 当我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可以允许有瑕疵不完美的 包括刚才我的声音 不是那么好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要学会Christ focus 我很喜欢大卫的一个诗篇 就是诗篇第16篇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 因为他在我的右边 我便不知动摇 就是说一个人不动摇 是因为他懂得把神摆在他 他的前面 当你专注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 你的心就不会惧怕 就不会摇动 当上帝呼召你的时候 你要记得谁是那个呼召你的 如果神是那个呼召你的 把他放在你的面前 你就不会惧怕 Amen 把耶和华 常把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 你就不至于什么摇动 感谢主 所以因此呢 记得不要专注在你的惧怕 第三个 很快的 就是接受神的帮助 同样的一节 第八节呢 就是因为我与你同在 要拯救你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在这一个圣诞季节的时候 不要忘记 Emanele Emmanuel 就是上帝要与我们同在 过去神与我们同在 现在神与我们同在 将来神也与我们同在 这个同在是不会离开的 因为同在是一个应许 A promise for Father God 所以为什么耶稣 要升天的时候 他对门徒说什么 他说父的应许要来临 这个父的应许是什么 就是圣灵 而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 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间 就是在这个时候 一直到第二次耶稣再来 所以你要记得 神的同在是不会离开的 神不只要与我们同在 神要拯救我们 我常常思考约瑟 约瑟在监牢里面的时候 因为他有上帝的同在 他做什么 像什么 你不觉得很棒吗 在监牢里面 他做什么 像什么 我同样的看见 玛利亚被呼召的时候 玛利亚没有用他的不安全感 回应上帝 他对上帝说什么 他说我是神的使女 情愿照着你所说的话 成就在我的身上 一个那么年轻的玛利亚 当时很年轻的月色 记得月色也是17岁 现在耶利米也是17岁 玛利亚是童女 都非常的年轻 但是你要知道 他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上帝的同在 让他们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上帝的同在 他们成为一个什么 例外者 完全不一样 所以因此你要知道 上帝会与我们同在 上帝会帮助我们 不要怕 你要知道 不是当上帝护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就没有问题 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问题 我们会经历很多的考验 甚至我们还是会经历很多的怀疑 你知道吗 这个怀疑是无此境的深夜 到底问上帝说 上帝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段时间 我的皮肤非常不好的时候 你们大概还可以看得到 一点点就是 那时候我就在想 天哪 我简直是在我人生的旷野 我已经两个月 完全没有出去 没有出门 我每一天就是在自己的环境里面 就是照顾自己 你懂吗 所以我就开始觉得 天哪 我从来没有经历 这样子的一个漫长的黑夜 但是感谢主 我知道上帝的同在 却在黑夜里面 非常的真实 因为上帝要帮助我 上帝要帮助我 我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很相信我是一个有呼召的人 不只有呼召 我也是一个愿意完成 上帝呼召的人 所以相信一句话 上帝怎么呼召你 他的恩惠和他的帮助 将会永远的什么跟随你 最后呢我要做一个结论 我们知道耶利米 17岁的时候被呼召 成为一个最年轻 最有恩高的先知 他传道40年 你知道吗 在以色列国 真的那时候没有人听他 讲的信息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人 活在一个非常丰富的 一个状态里面 他们拜偶像 他们的资源 非常的丰富 没有人要听这样子的先知 传讲负面的信息 说你们有一天被掳 真的以色列人 被掳之后的时候 很多小先知说 你们很快就会回去了 你们很快上帝 对你们有慈爱 很快你们就不会再被掳 你们就回到耶路撒冷 但是只有耶利米传讲 你们将会被掳 70年 不是7年 70年 谁喜欢听这样子的一个道理 谁会听这样子的信息 所以耶利米做先知 在他的时代 非常的不容易 换句话 他常常感到孤单 常常感到寂寞 所以为什么耶利米就写了 耶利米哀歌 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他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你要知道耶利米他一生 完成了上帝给他的托付 上帝给他的呼召 以至于我们每一次读 耶利米书的时候 我们都会读29章的第11节 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这段经文说什么 耶和华说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 要叫你们末后 有指望 意思是说这一段经文 安慰了多少人 这段经文给我们多少的盼望 说神给我们的计划 不是降灾祸的计划 不是呼召 不是降灾祸的呼召 是一个什么 充满着平安 充满着盼望的呼召 就叫我们未来 可以看到一个荣耀的未来 这是耶利米写的 一个17岁的耶利米 在他年轻的时候 就领受上帝的呼召 他勇敢地回应上帝的呼召 虽然当中他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你知道不安全感 不会完全地离开我们 不会的 我们一生只要活着 我们都会面对不同状况 不同阶段的不安全感 但是记得 我们需要的就是 自我意识 最后一句话 亲爱的年轻人 我们要知道 耶利米之所以可以回应 上帝的呼召 并不是因为耶利米的伟大 而是上帝的慈爱 It's not because the greatness It's not because the greatness 在耶利米的身上 不是耶利米的greatness 是耶利米之道 是神的goodness 是神的goodness 我相信当我们明白 我们还很年轻 我看你们 我觉得你们都是很宝贵的 属于我的弟弟妹妹 我们这一生的时间里面 如果你可以回应上帝的呼召 在不同阶段的呼召 你知道吗 你就会发现到 你回头看你的人生 你的人生绝对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 你知道最近学会一句话 他们说 他们告诉我说 要把你的每一天活得很满 Foolness 活得很满 你回头看你的人生 你没有遗憾 你知道你真的很用心 你真的很用力活出 你在这世界上 在地上 上帝给你的时间 和给你的呼召 好不好 这时刻 在下个星期 就是圣诞节 好不好 这时刻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 告诉上帝 说上帝 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 不安全感 交给你 好不好 我们可以思想 如果耶稣要道成肉身 为什么他偏偏要用 一个婴孩的形象 一个婴孩的状态 来到这个世界 你知道婴孩是没有被保护的 婴孩是完全无助的 如果耶稣是神 他要道成肉身 他可以以一个成年人的状态 来到这个世界 为什么他要以一个婴孩 而降生在马槽里面呢 你知道耶稣的道成肉身 显出 其实对耶稣有某个部分的挑战 但是耶稣没有 因为他的不安全感 他就不愿意降生 来到这个世界上 甚至把自己交给天父 他完全可以信任天父 美好的旨意 他把他自己是一位神 但是谦卑成为人 而是成为一个婴孩 来到这个世界上 是完全要对上帝 有多大的信靠 好不好 今天我们低头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今天 透过你的话语 句句带着能力 对我们的生命说话 下个星期就是圣诞节 而这个星期 我们愿意的 来到你的面前 对你说主啊 愿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你不只成为我们的礼物 我们也要成为礼物 来回应你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不同阶段 不同领域的呼召 我们不再用任何的不安全感 任何看起来是很合理的借口 来推迟你的呼召 因为我们知道 真相不能改变真理 但真理可以改变真相 因为我们知道 再也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比不安全感更能拦住我们 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小心我们的颜值 不要不要说出一些 我们知道会伤害我们的信心 会贬低我们的价值的话语 即便我们有害怕 但是主我们知道 你的话才是我们生命最高的权威 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 不惧怕别人 不惧怕那一些 在我们生命里面 给予我们一些 不对的价值观的人 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可以 Christ focus 专注在你的面前 因为主 你是那一位 与我们同在 愿意帮助我们 拯救我们 你是那一位 愿意看见我们 在患难当中 伸出你的手 拉我们一把的上帝 因为我们知道 你的救恩 永远不会离开 主我们求你 祝福我们 让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的心 在你的面前 有所回应 主谢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期待2021年 我们不要再用视频见面 我们可以亲眼的 亲自的来到大家的面前 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所以再次祝福大家 愿神与大家同在 Amen 拜拜